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B站頻道 今天呢給大家帶來了一些敲擊和抓撈的聲音 希望你們能喜歡 這裡剛剛下過雨 所以可能會有你們聽到滴滴答答的水聲 我希望這沒有打擾你們 今天呢想要做一些比較平常 但是非常令人感到速馬的敲擊聲和一些抓撈的聲音 我個人呢是非常非常喜歡這樣的聲音的 嗯 接下來 我會為你展示一下我要用的物品 這可能是一個非常長的視頻 嗯 所以希望 各位能夠好好享受 我會在這個水瓶上 進行一些敲擊 很多觀眾反映說 我的敲擊在速度上面有一點太快了 這點我是很承認的 嗯 所以今天呢我會試著放慢速度 屏幕呢也會在視頻進展的同時 一點一點的變黑 幫助你們的睡眠 嗯 嗯 第二個物品呢 我會 玩一會兒 這個小瓶子 玻璃瓶 有水在裡面 今天我不會搖晃太多次這樣的水 嗯 嗯 它的上面呢 有非常 奇妙的 花紋 這件我非常的喜歡 在瓶子的底部呢 也有這樣的小花紋 想起不矩膠了 嗯 我會用鉛筆 輕輕的 對它進行抓腦 嗯 我會用鉛筆 我個人呢非常喜歡這樣的聲音 因為 嗯 它聽起來非常像快速的敲擊聲 嗯 接下來 一本書 嗯 嗯 上面寫 遇到大災難 怎麼逃跑啊之類的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就把它買回來了 嗯 現在準備在上面 今天的話 做一些簡單的敲擊 如果你們對書的內容感興趣的話 我應該可以把它翻譯過來 我應該可以把它翻譯過來 然後唸給你們聽 嗯 這本書大家都知道 我曾經上傳過一個 閱讀槍飲茶的視頻 嗯 楊將呢是我最喜歡的作者 希望你們喜歡這個選擇 然後 會有一些 嗯 CD 讀CD的 嗯 盤的敲擊 我不知道它叫什麼 應該叫DVD 嗯 光盤閱讀器之類的 這樣一些敲擊 是一個盒子 這樣的簡單的敲擊 嗯 個人覺得呢 敲擊和抓撓 是最有效最直接的 黑森毛出發方式 所以希望能夠多提供給大家一些這樣的內容 嗯 希望你們喜歡 那我們就開始吧 嗯 是 成功 很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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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